感冒或氣管發炎 忍不住想咳嗽 但是咳嗽太大力要小心 有一名40歲的男子 居然咳嗽咳到肋骨斷掉 從S光片可以看到 六個被圈起來的地方 就是肋骨斷裂的部位 40歲的男子日前咳嗽 流鼻水喉嚨痛 大約兩週的時間 因為持續性劇烈咳嗽 結果導致胸痛 就一檢查才發現 肋骨六處發生了斷裂 醫師說胸痛最常見的是 肋軟骨疼痛 感覺會像是尖銳的疼痛 伴隨呼吸以及按壓痛點 而增強疼痛感 但如果持續會胸痛 會造成你呼吸困難 臉色慘白 冒冷汗 或發燒的這種 你要注意 大概要去看醫生 醫師提醒 女性比較容易 因為咳嗽 因其骨折 同時也很容易發生在 慢性咳嗽 達到兩週 或是骨質疏鬆的病人身上 胸痛就要及早就醫 不管任何小原因引起 都要早期診断 早期治療 記者黃亦凡 王一仲 台北報導 記者黃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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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亦凡